现在这场欧洲羽毛球锦标赛男子丹玛决赛开始了 在镜头上方就是丹玛的年轻选手Yan Jogensen 和他对手就是前世纪排名第一 现今欧洲第一皮特丹玛这位丹玛的名将 13岁的皮特丹玛如果在过去有欣赏他的比赛的话 也知道他的打法方面是一个拉开突击的打法 刚才在头顶方面想要一个低调对角出现了 Yan Jogensen也曾经击败过皮特丹玛 已经是在一年多前的印尼公开赛 所以在这场比赛方面 这次也排到二号总整 绝对是有实力的一位丹玛后起之秀 相当不错 然后看见Jogensen刚才在后场在积极的抢攻 还有在打球之后 在积极上网这个戳球 戳出来的质量相当好 往前的球是戳得很转 那是让刚才皮特丹玛挑球出现 好 看见皮特丹玛也快来拉开Jogensen 往前的控制很漂亮 好 那皮特丹玛刚才那个高球呢 是出了一个中半场 那皮特丹玛很轻松的起跳一本突击直线 好 这球呢是逼到了皮特丹玛的头顶 让他刚才那是稍稍准备不及 这球呢是打了出界 在这些系列里头同一时间 这边也是上年的亚洲锦标赛 那欧洲方面欧洲锦标赛 亚洲也有亚洲锦标赛 好 看见这个平抽 那皮特丹玛是刚才呢 想要反拍过度一个往前的时候呢 失败了 好 比分现在呢皮特丹玛先4比3 好 看见了尤格森 那总是在前轮比赛呢 感觉上来打起来是有点紧张 不过今天来到这场决赛 那开局表现相当不错 打起来是非常积极 感觉进攻 徐鸭子皮特丹玛 好 可惜 好 整排 想要做一个直线的下压这些球 还没有过往 好 看见了尤格森刚才呢在后场呢正守这个起跳扣杀 好 再来看看 这球逼得皮特丹玛出了一个高球之后 那马上呢再来一旦的突击 那一个重复的线路来压皮特丹玛的凡手 好 刚才这球也是成功 为他呢把比分追成了5平 往前的争夺 往前的争夺 那主要往前争夺就要看谁能够先把球呢给挑起 让自己有机会来进攻 嗯 这球好像是有在线内 有人生自己判断输 不过刚才可以看见了这球呢来回的激动很快 好 这球呢刚好是落在线上 却没有问题 又比我 蛮可惜的是一个机会球 尤根森自己出现15 好 要求呢皮特给 问一下呢是要换一个新球 好 明显的刚刚才呢 这球呢尤根森想要平推一个小对角 好 想要压着皮特给的分手位 想要不错好球 可以看见了刚才很积极的掌上网呢 错这个往前球就是迫使了皮特给再度的把球给挑起 好 这球呢马上有个固定的机会 头顶位固定一个对角上 马上呢看见了再来 对压往前的一个下压 抢弓的意识很强 尤根森不错 好 今天呢看见他主要的压制皮特给这边的线路是比较多的 好 吐气的部位呢全都是在皮特给的这个反手位 还加上呢这个快节奏呢现阶段让皮特给也是有点招架不住 一分打成7比7 刚才莫获了两分给赶回来了 尤根森 那当然毕竟来自同一个国家 那平常呢 练习的机会也是很多 那所以总是面对这位欧洲第一 尤根森今天完全没有怕的一种感觉 没有确凿 好 这球 完全没有问题 那比特给认为这球呢是初见 但是这球呢基本上有四分三的这个球头呢是落在底线上 那现在呢判权的非常正确 好 皮特给跟裁判呢理论一下 那当然裁判在他那个椅子上那个位置呢 键上没有办法清楚呢看见那个线球呢落在线上那个位置 那所以完全要信赖先生 好 这球尤根森 那不知道是不是太客气了 马上呢这发球呢是初见 哇 那刚才那球其实也是看得很准 是真的 是做得非常好 完全没有误判这种的保险 这个成分 好 来看见皮特给马上 也是加强了他进攻方面的节奏 那加强了他进攻 那刚才呢在头顶位 来一个后撒前锋 皮特是再度取得一个领先9比8 好 球是初见了9比9 好 这个球呢想要突击一个边线 刚刚出界了 嗯 比特给马上文明呢就是在于他的平抽档 然后呢从当中呢寻找到进攻的机会 那在于他沉迷的过程当中这种打法呢也是他比较战场的主要的一个武器 那也是因为他是这个双打出来的 那所以在平抽档还有防守方面都相当有实力 好 看见呢在阵守位在后场的阵守呢想要一个批掉对角的再来看看 迈克西的起跳一个批压不小 但这球呢出现了失误 挂网 好 视频 那在第一局的比赛 比特给那靠他平抽档还是暂有一点 就是暂时力坚持 这样的感情 比赛